她今天给我讲了一故事 想听吗 什么故事 说一个士兵爱上了一个公主 然后这公主呢 要让这个士兵占一百天 来表达她的忠心 这个士兵占了九十九天 然后在第一百天的时候 撤了 我听过 她用九十九天证明对公主的爱 用第一百天证明自己的尊严 我觉得还太牛了 真的 别说我了 说说你吧 好点了吗 本来是我都没想起来了 你这一说吧 我又想起来了 好那不说了不说了 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这个人单纯那么专一 哪那么快就能忘了呀 不过我看书上说呀 这个治疗失恋的最好方法 就是开始一段新的恋情 问世间情为何物 此曰废物 废物 这个 孔子说的 好的 可儿 珊珊 吃饭了 来了 吃去吧 废物 废物 走 请进 小可 来坐 小可 我知道你向陈家提交了一份辞职报告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我没批 你很聪明 工作又很认真 像你这样的人才正是我们公司所需要的 也是重点培养的 而且我知道你特别喜欢这份工作 因为它跟你的大学专业很对口 我们公司对于提醒你的价值和提醒你的才华都是极好的一个平台 我希望你不要轻易地放弃 我知道 你之所以想辞职是因为跟陈家之间有些私人的小误会 但是现在陈家走了 你们之间的误会就不存在了 所以辞职的事情就当它没有发生过 现在总公司决定 陈家之前的工作由我全面的接管 我需要你的支持 小可 不要因为一些私人的小误会而跟自己的工作过不去嘛 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好好干 公司不会亏待你的 而且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基于你前段时间的工作表现 公司决定提升你为项目主管 这么短的时间 你就可以被晋升为主管 这是很多人求职不得的 再说了 现在求职竞争这么激烈 你何必轻言放弃一份自己又喜欢 待遇又不错 发展空间又大的工作呢 你可能对我有一些戒心 我不否认 之前我对你有过好感 甚至想追求你 不过你的态度让我明白 我们只能是工作伙伴 所以 以后我会时刻提醒我自己 注意把握好度 那么以前的事情就让它翻篇吧 以后我们一块努力工作 好吧 虽然你在笑 但是我发现你不太信任我 没关系 时间出久了以后 你就会知道我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人 谢谢你 许总 我想好好考虑一下可以吗 不要考虑了吧 小可 你可是公司上季度的最佳员工 如果我一上任 我们公司的最佳员工就走了 你说我怎么向大家交代啊 你就当给我个面子 待会儿我们约了一个广公司的老总 你跟我一块儿去吧 人都已经来了 你不说话 我就当你答应我了 走吧 郑总 许总 好久不见 给你隆重介绍一下 这一位是我们公司刚容生的项目主管 以后你们要多打交道 所以要好好支持他 小可 郑总 你好 郑海超 你好 邓小可 来 请坐 请坐 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好 下面请我公司的创意总监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次产品的广告创意 2012年 风神汽车广告策划草案 这个大家都知道啊 一提到中国的汽车产业 首先就会想到东风风神 这个著名品牌 第一 就是它的市场大环境 中国中荡家庭轿车市场 已经进入了发展期 品牌众多 竞争非常精力 谢谢你啊 江先生 其实您不必每次都送我 要不然我真的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魏老师 不必介意 我也不是每次都有空的 魏老师 周六你有空吗 周六啊 什么事 我想带田田 邀请你和我们一起去爸上骑马 你看怎么样 不方便吧 没什么不方便的 我觉得你和田田在一起的时候 比较能打开心扉 我想给她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你能理解一个做父亲的心情吗 真的不方便吧 其实爸上并不远的 开车几个小时就到了 当天就可以来回 如果玩得高兴的话 还能多住一天 第二天才回来 当然 以不耽误你的学习为前提 我倒没什么事 那周六我们见 行 你太客气了 江先生 对了 骑马的东西我帮你准备 咱们周六一早出发 好 那到时候见 到时候见 我先走了 再见 再见 有时候吧 烦你烦的不行 可是你这一两天 要然不出现呢 我还只有点不适应 你说你怎么就不给我打个电话呢 你说你倒是给我打个电话呀 行不行啊 不打 我觉得和郑海潮公司合作的这个项目 我不是太适合 你是我们公司的项目主管 负责跟郑海潮的合作项目 你最合适了 这个项目太大了 我怕我做不好 你就不要推辞了 我知道你跟郑总的私交不错 这对公司的工作有利 公司没有谁比你更合适了 反正我还是觉得我不太适合 小可 你就不要推辞了 我让你负责这个项目是看重你 关键的时刻你可不要给我掉链子啊 没关系 这个事情做成了 成绩是你的 万一有什么问题责任我帮你担着 你就放心去干吧 我尽力吧 超哥 风尘公司的代表过来了 是他吗 还真是 我说什么来着 我就知道徐云肯定要跟我出这招 您现在什么意思 见还是不见 当然见 邓主管的意思大家都听清楚了吧 那就分头工作吧 转件时间 好 辛苦了 见 小哥 请叫我邓主管或者是小邓 行 邓主管您先请坐 还有什么问题 邓主管 从现在开始呢 你负责我们这边的工作 咱俩以后见面的机会呢就越来越多了 你老这么冷着不合适吧 这是工作的正常距离 我不想因为我们俩的隔阂 变成了两家公司之间的隔阂 这样不专业 公司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我一定会尽力完成 这个您可以放心 我觉得你可以把你心里的误会说出来 咱俩别老这么僵着行吗 我不会因为私人情感影响工作的 您会吗 我有可能 那这就是您的问题了 作为工作合作伙伴 我必须提醒您 调整好状态 以免影响工作 不是 你能不能 不老一口一个工作合作伙伴的 我觉得这人特别没劲 不是吗 咱俩底线应该算是朋友吧 工作上还是简单点吧 我 我现在是想办法再给你解决问题 如果你老这么躲着的话 咱俩问题不就越来越多了吗 有问题吗 我不知道您要解决什么 你是打算以后 就一直这么跟我说话了吗 阴阳怪气的言不由衷的 那这样的话 咱俩不就变成了 貌合神里的两个伪裙子了吗 郑总对我有意见 我是对你现在的态度有意见 作为项目合作人 我好像没有义务听您说这些是吧 希望您把心思都用到工作上 拿出好的作品 我们公司也会付给你们公司相应的酬劳 我们的关系就这么简单 你既然这么烦我 你干嘛要接受这项目呢 这是我们公司的意愿 不是我能控制的 你可以不跟我们合作 广告公司多的是 从我们公司的利益考虑 您是这个项目最合适的执行者 仅此而已吗 我很欣赏你的才华 但这不代表我认可你这个人 如果郑总对我有意见的话 可以跟公司提 公司随时可以换我 我无条件接受 还有 我希望你把你的才华都体现在作品上 而不是斗嘴上 超哥 这是您要的参考资料 给您放这儿了 嗯 搁这儿吧 我一会儿看 没什么事的话 早点回去吧 我不是还得送您回去呢吗 今天就算了吧 我估计我这儿不一定到几点呢 超哥 这邓小可一上任 您这工作压力是成倍上涨啊 她今天上我这气势 你也看见了 如果不上点心的话 估计咱这单生意 可能就不是咱们的了 您说徐总派她过来 是恶心咱呢 还是派咱马屁呢 徐妍又不是小孩了 没必要排个女的过来恶心我吧 那她什么意思呀 我是觉得 我跟小可啊 都是陈家的人 徐妍又跟陈家不对付 正好借这一招呢 把我跟邓小可一旁打劫 那咱跟风声还签着合同呢 这总不能说毁约就毁约吧 所以合约上有解除条款 如果三次的方案被否定 那么甲方就有权单方面解除合约 我估计徐妍就是别这招呢 那这不还有邓小可把关的吗 她总不能公报私仇吧 那倒不至于 她也没长这么多心眼 关键问题是 邓小可经验不足 权力也没有陈家大 根本扛不住事 如果徐妍借这个机会 找到点披露 跟老板一回报 咱就可以跟着小可 一起打包滚蛋了 然后呢 徐妍再换上自己的客户 照样可以捞一大笔 赵哥 听您这么说 咱们这次真的完蛋了 那倒也不至于 我跟风神的老板呢 也有一些交集 知道他们喜好什么 如果咱们的东西好 我相信 徐妍想坏咱们 也没那么容易吧 我觉得啊 您现在就赶紧找那邓小可 说清楚 讲明厉害关系 让她知道 到底跟谁是同一帐壕的 我现在跟她说她能听吗 那我去 你去就更没用了 我说都没用 你去能有用吗 那个死马 总得当活马医吧 现在小可呢 只跟我谈工作 我想想办法 只能在工作上 让她回心转意了 放心吧 我心里有数 你先忙去吧 行 那你也算是回去休息 以上呢 是我们对平面设计的一些修改方案 接下来呢 我想介绍一下 视频广告的设计方案 这次思路呢 我们借鉴了一些国外的优秀产品 我想采用视频的方式 来诠释我们的产品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故事中的男女主人翁 也就是说 我们这款汽车的目标销售人群 男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 正在向这个女孩道歉 可女孩呢 并没有接受她的道歉 转身离去了 我们下面看到的是 风神汽车的内饰 男人正在开车 她的副驾驶上 放着的是一捧玫瑰花 男人带着这捧玫瑰花 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这一段的意义是在展示 产品优越的道路操控性物 男孩为了得到这个女孩的原谅 终日坐在车内 守候在女孩的家门口 就是为了要找到一个机会 向这个女孩道歉 可是始终没有得到 这个女孩的现身 也许是十天或者更久 我们可以看到 旁边的玫瑰花 已经逐渐地枯萎 但是这个男孩等待的心 并没有改变 当女孩出现的时候 男孩因为疲劳过度 昏睡在驾驶台上 而错过了 结局呢 我想采用互动的方式 我想把故事的结局 投放在互联网络上 以供那些感兴趣的观众 到网络上自己搜寻故事的结尾 那您设计的结局呢 我设计的结局有两个 一个是 男孩最终没有等到这个女孩 女孩也没有原谅他 两个人各奔东西 最后各自开始了新的生活 第二个结局是 男孩及时醒来 追上了女孩的车 说了他想说的话 女孩也原谅了那个男孩 于是他们两个 开始了幸福的生活 您更倾向于哪个 我想把这个权利留给你 你倾向了哪个结局呢 我们要通过这个结局 传递给观众一个价值观 所以需要好好考虑一下 好 那么咱单说你吧 你会选择哪个结局呢 那要看这个男的错在哪了 这个男孩犯了很严重的错误 而且深深地伤害了这个女孩 这样的话 这个男孩应该知道 有些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可是他有悔过的诚意 难道不应该给他一个机会吗 这就要看这个女孩 想不想原谅这个男孩了 如果不想原谅的话呢 这个男孩所作所为 只会带来一些困扰 没有任何价值 原来你是这么理解爱情的 爱情本来就是理性的 不是一气用事 那你不觉得这么做很残忍吗 每个人都要学会长大跟成熟 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的 好 那么就按照你说的 我们选择一个理性的结局 也就是说男人 没有追到这个女孩 女孩也没有接受 这个男孩的道歉 两个人各奔天涯 于是开始了各自新的生活 我们向观众传递的价值观 就是告诉他们 生活是残酷的 应该让他们学会 忘记浪漫跟真情 学会面对现实 这肯定不行 为什么呀 我们不能给观众 这么一个故事 那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给观众 一个美好的故事 让观众对这个故事 产生好感 从而移情给我们的产品 这才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为什么要给观众 一个美好的结局呢 为什么观众 总需要一个完美的故事呢 是因为真情总是动人的吗 算是吧 别勉强 咱得把这话说透了啊 男人真挚地道歉的行为 就是一种真情的表达 你同意吗 同意 那也就是说 真情的表达 可以融化一切的误解跟矛盾 是吗 对 所以真情可以战胜一切 理解最终会战胜误解 对吗 那就是说你同意了 也就是说 女孩最终会 接受男孩道歉 并且原谅她 我没这么说 那你是什么意思呀 这个结局 我需要回去 跟我们的领导商量一下 明天告诉大家可以吗 好 那我等待你的消息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那就散会吧 郑主管 我能请你喝一杯吗 可以 郑海潮 我特别讨厌你这种公私不分的行为 你别写狗喷人行吗 跟你谈的一直就只有工作 你这是在拿工作绑架我 你知道吗 从一开始 我就手无寸铁 和颜悦色 小侄一礼 动之一强 你说 你的哪句话是在我的威胁下言不由衷的呀 你处心积虑做了这么一策划 然后打着工作的幌子 让我相信你的歪理邪说是吧 不是 等会儿等我等会儿 什么叫打着工作的幌子呀 我工作做不好吗 我的创意做的有问题吗 我说了要公私分明 私人的事情私底下说 别在工作的时候抖机灵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聪明 全天下都傻子是吧 那是因为你说你只跟我谈工作 有些话我必须要跟你讲 所以我才一箭双雕的 行 你说 这个案子 这个创意 不管是好与坏 对与错 最终都是通过不了 你信吗 什么意思 你现在就是别人派来的一支箭 派你来的人 希望看到的结果也是两败俱伤 说清楚 你和我都是这个游戏里的棋子 这个游戏最尊胜利者只是宣一个人 你明白吗 证据呢 没有是吧 都是你自己编的 徐妍 一直就是想把我清除到你们公司外面去 现在你正好在做他的枪 如果这么下去的话 我们俩只会两败俱伤的你明不明白啊 你在感情上是个处心积虑的人 你在工作上怎么还这么鸡贼啊 你以为你是骗子 全天下都是骗子了是吧 我知道我现在跟你说什么都没有 但是关于陈家 打住 你跟别人的事情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你的游戏你自己玩 我们现在只是工作合作伙伴关系 你管好你自己的工作 至于我的工作你不用你干涉 明白吗 这是郑海潮公司做的广告方案 您过目 这个不行 为什么 你问我 难道你不知道我要什么吗 后面还有一个方案 您可以看一下 这个也不行 两个都不行啊 肯定不行 你要让郑海潮重做 如果他实在做不好的话 我们就换公司 不是为什么要换公司啊 您告诉我理由 我可以让他们改正啊 你不应该问我 你应该问郑海潮 像这样的东西他也拿了出手 这不是糊弄人吗 怎么糊弄人啊 我觉得还不错 邓小可 你要搞清楚你的立场 谁是你的老板 你听他的 听我的 不是 许总 这不是立场的问题 关键您给我一个理由 我也可以告诉他们 让他们怎么弄是吧 理由需要我告诉你吗 他们是创意公司 难道要我帮他抢吗 这策划我一直盯着没有问题 怎么没有问题 你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吗 这是什么吗 太幼稚了 太业余了 那您想要什么 我要传达给他们呀 您不能随时 我想要什么 我想要的是最好的想法 创意 这个没有创意 我觉得这个不是创意 你明白吗 您这都办过多小时没说话了 能跟我说点什么吗 人家电视剧的情节吧 都说这站在窗口了吧 这属于对生活绝望的 下一场戏呢 就应该是在这个救护车上 您不会那么想不开吧 你觉得我有能力吗 你指哪方面 能做啥 我觉得 你在执行方面还是挺有能力的 你没有碰到一个优秀的领导 如果碰见了 我相信你还是能出些成绩的 可惜 你命没那么好 对 我碰到许妍了 在我感情最受挫的时候 我把所有的重心都移到了我的工作上 我需要得到认可 可不管我做出什么努力 结果都是已经定了 我认为我很用心 我对我们的策划也很有信心 可这没有用 小可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太在意这个事情 我也可以坦诚地告诉你 其实在每个公司 人际关系都是很复杂的 我能够理解你 在感情上受的伤害 我更能够理解你 想在事业上证明自己的心态 可是你不能把你感情上受的伤 把这种情绪带到你工作里来啊 所以我建议你 先调整好你的心情 再调整你的事情 我的心态跟工作有关系吗 小可你现在承认不承认 你就是把你感情上受的伤害 把这样的情绪带到你工作里来了 你不承认吗 小可我能不能这么理解 当你现在 进入我办公室那一刻开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你已经在信任我了对吗 如果你愿意暂时放下你 之前感情上的伤害 换句话说 如果你愿意放弃前嫌 我愿意在事业上 和你站在一起 当我们 最困难的时候 可能是我们最接近成功的时候 所以小可我愿意 现在和你一起 度过这样的困境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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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我想说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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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您说了 那个 今天我得跟朋友去骑马 骑马 那多危险呢 女孩 没事 我拿个这个走 小姨能问一下吗 是跟她打奔吗 不打死你 走了 你小心点啊 知道了 女孩子骑什么马呀 甜甜 不要把头伸出去 太危险了 危险 我们把场合关上 哇 狮子王 我是不是也是啊 大狮子小狮子 魏老师 你骑过马吗 我在电视上看过 但是你自己没骑过 甜甜倒是骑过 真的 你回骑马呀 那你一定要教我 好不好 好 拉钩咧 拉钩咧咧 咧咧一百年不许遍 我 我 以前也带我骑过马 哦 真的 甜甜 你忘了 爸爸也带你去骑过呀 我现在出的是妈妈 没说你 嗯 我觉得甜甜特别棒 你看 那么小就会骑马 不管是爸爸叫的还是妈妈叫的 而且还是开车去草原骑马 你知道我吗 我小的时候别说骑马了 就连坐车都不可能呢 真好 好羡慕你呀 哎 这样吧 下周我们约魏老师出来漂流 你说好不好啊 向先生 下周我要模拟考试 所以可能没有时间 没关系 等你以为我时间的时候我再安排 嗯 邓小伯 你祸闯大了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你不仅害了你自己 还害了郑海潮的公司 你说他以后还怎么从我们公司借单子啊 我怎么跟总公司交代 你们不要想说 你听我说 你们不仅我同意 擅自发布本公司的产品广告 这是严重的侵权 我可以起诉郑海潮 喂 喂 许言吗 哦 哦 也 杨总啊 风神汽车最新的那则广告 我已经看见视频了 非常的成功 我们要加大力度 全面投放市场 啊 同时还要奖励你 哦 谢谢杨总鼓励 好 不客气 好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好 那就这样 杨总再见 再见 嗯 再见 嗯 刚刚是总公司杨总打来了电话 他看到郑海潮的那则广告了 他十分欣赏 呃 还说 要我们加大力度全面推向市场 另外还要 嘉奖这则广告的负责人 也就是你和我 都是许总的功劳 那我先出去了 嗯 小贺 这并不代表你做对了 我 我知道 你的创意 你的功劳 都是你的创意好 都是你胆肥 我和陈家 我知道 我是想说 我和陈家没什么 我说了我知道 嗯 为什么要骗我 你不是说你知道了吗 我说的是 为什么用假身份骗我 不是不想一次性 把钱还清吗 如果一次性还清了 就约不出来你了 那你也不用耍心眼啊 不耍心眼 不就见不着你了吗 光明正大约我不行啊 因为你守着一份 长期的爱情约定 所以 没法光明正大的约啊 小可 其实 我喜欢你 我说了我知道 小姨好 刘 刘许刚 对对对 对 那个找珊珊 对 我找珊珊 她没在家 你不知道 没 在家 没 在家 既然她出去了 我能跟小姨聊两句吗 跟我聊 跟我聊 我聊什么 进来吧 谢谢小姨 坐吧 说吧 不是你说要跟我聊聊吗 小姨 你一定要支持我 我支持你什么呀 支持我和珊珊在一起啊 上次那个《非诚勿扰》 不是珊珊给你灭灯了吗 我都知道 后来你不死心 又帮珊珊干这干那是吧 那个 你知道今天珊珊去干什么了吗 干嘛去了 去跟人骑马去了 跟人家 你明白没有 肯定是她 就是那个老男人 哪个老男人呢 就是请珊珊当家教的那男人 我就不明白了 她到底安的是什么心 没事老带珊珊去这去那的 还经常半夜送她回家 你也知道珊珊 她很单纯很善良 她一点防备心都没有 如果露在老男人手里 那可怎么办啊 别一口一个老男人 人多大呀 不也就四十多岁吗 按你这说法 那我是老太太 没法看了 不是小姨 您别误会 我不是这意思 您看小姨 长得这么年轻漂亮 怎么能跟她比呢 小伙子你这样说话 不厚头 你不能为了抬高自己 你那么贬低别人 每个人都有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 你说你不是有这想法吗 我跟你说呀 你跟珊珊不合适 怎么就不合适了 你有什么呀 你有什么条件呢目前 小姨我跟你讲 我现在正在努力地工作 送快递 我是我们公司奖金拿得最高的 管道组 我也是最能干的 我现在还帮京东商城送货 那业绩也是最突出的 但是我这么跟你说啊 我呢 是珊珊的小姨 是吧 她妈妈把她交给我 我呢 身下有个责任问题 但是最主要的 不在我这儿 你知道吗 你这种情况啊 根本就过不了我姐那关 你知道她当年吗 就是你这种情况 相信爱情 结果呢 一辈子吃苦 她都怕了 小姨 你说她能愿意 让自己的女儿 重演她那样的悲 当然说悲剧 但是有点过了 就是她不愿意 让自己的女儿 重复自己的故事 你懂了吗 小姨 我知道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但我相信 经过我的努力 我一定会出人头地 给珊珊幸福的 没有没有 这种话说 这是空头支票 每个人都可以这么说 有什么用啊 是吧 这是个经济社会 商品社会 物质是基础 你也得有两钱吧 现在 不说买车了 你得有个房子住吧 你能给予她吗 不能 小姨 我发誓 经过我的努力 这一切都会有的 我会把这一切都给珊珊 我会永远对她好 死了这条心 做朋友可以 婚姻 免谈 你就别费这心思了 还瞎耽误功夫 没戏 那么帅的小伙子 你找什么样找不着啊 这条件挺好的 小姨 我明白您的意思 不过您放心 通过我的努力 我一定会让您 改变对我的看法 对不起 打扰了 我先走了 谢谢你啊 向先生 好 明天见 好 二老师再见 拜拜 宝贝 拜拜 拜拜 谢谢 拜拜 吓我一跳啊 这么晚了你在这儿等我啊 你也知道这么晚了呀 我一直在等你 真的 那你等我干嘛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怎么样 玩得开心吗 挺开心的 就有点累 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不说了 说嘛 什么时候来的 说 也就几个小时前吧 几个小时前啊 那我今天如果不回来的话 你岂不是要一直在这儿傻等啊 对啊 我一个人在这儿傻等着 人家在外边玩得开心着呢 豪车接速 豪车接速 又是草原 又是骑马 玩得 都不认识家了吧 你说你一个大男人说话干嘛这么酸不辣的呀 再说我和谁去哪儿玩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向你汇报吧 对 你没有必要向我汇报 你凭什么向我汇报 在你眼里我是谁啊 你干嘛呀 干嘛跟我这样说话呀 我不就是跟去骑了一个马 你不用跟我解释 你也不需要跟我解释什么 我知道 你不在乎是不是去骑马 你在乎的是跟谁去骑马 我也能理解 一个离婚的黄金单身汉 能把你的生活改变成什么样 我都清楚 卫辰辰 我以前以为 你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 现在我认为 我这想法是错的 你和别的女孩都一样 那我是一个爱慕虚荣的女孩是吧 你就是这样以为的对吗 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根本就不理解 也不了解 我发现 你喜欢的我 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而不是真正的我 我以前以为你很了解我 可是我错了 算我看走了眼 行了吧 行 你说的很好 你说的全对 珊珊 我在这里衷心地祝福你 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 应该找得更好 更适合你的男人 给你更好的未来 我不就是跟别人去骑了一次马吗 你干嘛对我这样呀 我跟你讲的故事 你还记得吗 不就是士兵爱上公主的故事吗 我记得 那你想知道我的答案吗 那个士兵 为什么站了九十九天 最后一天 他走了 是因为 是因为 他站不动了 他累死了 你什么意思呀 人家士兵还坚持了九十九天呢 是吧 那你呢 这还没到九十九天呢 你就想撤了是吗 像你这样的人 我怎么可能把我的未来交给你 你让开 谁呀 我 小姨 小姨回来了 玩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 小姨能问一下吗 是跟那个 小姨 我特别累 我想先回房间休息一会儿 不不不 先生 先生肯定累呀 先来吧 妈 可儿啊 山上回来了 好像情绪不太对 你去看看呗 操死心了 怎么了这是 怎么了这是 不是出去玩去了吗 不开心了 怎么玩还玩不开心了 你说啊 嗯 我陪他们去骑马 完全是为了那孩子 我觉得田田挺可怜的想帮帮她 我刚在楼下朋友刘旭刚了 莫名其妙地跟我说了一堆话 她凭什么那么跟我说话呀 这人一看就是太喜欢你了 对我说了 有点免费 有点免费 有点免费